南京施工意外挖出朱元璋女儿墓 墓室中居然有活人居住 并声称自己已经在这里居住了37年 那么他到底是谁 为何要住在墓中 打开棺果之后 公主的遗骸竟然出现了不明液体 专家仔细研究后满脸通红 大声喊道 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那么专家看到的不明液体究竟是什么 为何能让见多识广的专家如此愤怒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记带你走进朱元璋女儿 临安公主墓葬之谜 2018年5月初的一天 位于南京市宇花台区的机场路 施工人员正在像往常一样进行建筑工作 突然挖掘机挖出了以青砖为主体的地下建筑 此时施工人员立马感到不对劲 很有可能挖到古代墓葬了 于是紧急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当地有关部门 半个小时不到 南京市研究所的考古队员赶到了现场 经过初步观察可以看到 下面隐约有这一座砖室墓葬 随后考古队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初步保护和封锁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2018年5月10日 专家决定对墓葬展开抢救性发掘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 考古队员们发现 这座墓葬顶部的墓砖排列为数一层平一层互相交替 一共三组六层砖 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 专家判断这是一座明代的砖石大墓 炫顶式罕见的三炫三幅形制 这个三炫三幅是我们考古当中的一个树 它指是墓葬的墙壁和顶部 一共用六层砖来砌 三层是这种树立的这种立砖 我们叫券砖 三层的是这种横的平铺的砖 我们叫浮砖 三券三幅就是一层一层券砖一层浮砖 一共有三组六道 那么这种砌法在我们以往见到的明代墓葬当中 都是非常高等级的墓葬 由此专家推断 这座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明代的大官贵族 那么这位显赫的墓主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带着这些疑问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墓葬上方的风土 经过清理 他们很快找到了墓葬 然而在清理墓葬的时候 考古队员居然发现了一面砖墙横跟在眼前 砖墙为单层砖砌柱 砖体错缝海裂 在砖墙外侧还有一道青砖砌成的凹槽 凹槽中居然还有一方墓志明 这一发现让所有专家都激动不已 因为墓志明上的文字往往是墓主人身份最重要的证明 而这块墓志明上记载着 王母张泰工人墓志明 由此也可以推断墓主人是王姓某人的母亲张泰工人 所谓工人是指四品官的夫人接受着朝廷的一个封号 如果是他妈妈接受这个封号 那就叫泰工 也就是说小型墓葬的主人为张泰工人 他的儿子是一个四品官员 为他建造了这座墓葬 当考古队员顺着砖墙小心翼翼的清理时 居然在墓道上发掘出了一座小墓 小墓也是砖石墓 但是面积较小 也比较简陋 那么为何这座小型墓葬会出现在明代贵族墓葬的墓道之上呢 考古队员判断 明代贵族墓葬早已建成在此 到了明末清初 一个普通官宦人家也在此地修建墓葬 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大墓的存在 碰巧把自己的墓葬建在了明代贵族墓葬的墓道之上 也就是说两座墓葬挨在一起纯属巧合 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 就在此时又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这座明代贵族墓葬的下方 清理出来了一条残存的排水沟 顺着排水沟向前发掘 考古队员居然发现了一个墓坑 墓坑内有少量六朝时期的墓砖 所以考古人员推测 这是一座六朝时期的墓葬 但是除了墓砖以外 墓坑中早已空空如也 两座意料之外的墓葬接连出现 这也让考古队员将原计划 8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 逐步扩大到了200多平方米 虽然明代贵族墓葬大部分结构还尚未出土 但是这片200多平方米的土地上 竟然接连发掘出三座墓葬 这也着实让专家感到惊诧 由此专家还原了三座墓葬建造的年代 以前500多年前 某六朝时期的贵族 选中了南京市羽花台区的这片土地 在这里修建了六朝砖室墓 900多年以后 明代达官显贵再次看中了这片土地 他们修建墓室的过程中 却无意间将此前的六朝砖室墓葬打破 又过了200多年以后 明末清初张太工人 又意外把墓室修建在明代达官显贵的墓道中 三座墓葬就这样惊人的重叠在一起 那么这块小小的土地到底有什么玄妙之处 能同时吸引着三位朝代不同的古人 一次又一次的把墓地建造在这里呢 选择的这个藏地是一个丘宁地区 是一个非常适合建墓的地区 三重墓葬的发现 让考古队员对明代贵族墓葬主人的身份更加好奇 他究竟是谁呢 带着所有的疑问和好奇 考古队员开始继续进行发掘 很快整座墓室的结构清晰地展现在所有人眼前 墓葬为突字形数学墓室 由墓坑墓道和砖室构成 墓道呈阶梯是长9.2米 砖室由封门墙 前室 过道门 后室等部分组成 前室平面呈长方形 南北宽3.1米 东西长4.5米 高4.2米 但是让人感到失望的是 这座明代墓葬的前室顶部 竟然有一个圆形倒洞 倒洞的出现 让满怀期待的考古队员失望至极 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珍贵的文物将不够存在 然而就在所有人准备放弃的时候 一件文物的出土 打破了考古现场的宁静 南京京县朱元璋女儿墓葬 墓中居然有活人居住 而且一住就是37年 当专家打开棺果以后 只见公主的尸骸旁边 竟然有一滩神秘液体 专家仔细观察以后 脸红不已 高喊 简直是禽兽不如 那么在墓中居住的到底是谁 棺果中的神秘液体又是什么呢 随着发掘的深入进行 专家在墓葬的正上方 发现了一个圆形稻洞 这也让所有人感到十分失望 然而就在考古队员清理击土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了一面 鸾凤纹铜镜 这也让大家心里多少有了一丝安慰 铜镜的背后 围银定型镜铸 两侧有浮雕 鸾鸟起舞图案 镜铸上下各有排记 上有传书名文 红武七年八月日造 下有楷书名文 春字一号 其中红武七年八月日造 指的就是铜镜的制作日期 但春字一号这几个字 又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把它这个铜镜 跟另外一个地方发现 比如山东鲁荒王王妃墓里面 出土的几乎形致异样的 这个双凤镜 原来山东邹城市九龙山南路 曾发掘出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 明代鲁荒王朱潭陵墓 与其相邻的戈飞墓中 也出土过一件红武时期的鸾凤铜镜 那面铜镜与这座墓葬出土的铜镜 造型极为相似 上面同样刻有红武七年八月日造的名文 唯一不同的就是 铜镜下面的名文不一样 鸽飞墓中出土的铜镜上面记载着 每字一时录好 两面铜镜都是红武七年八月日造 由此考古队员们推测 两面铜镜应该属于明代皇室专用 是专门赏赐给皇家女子使用的 难道墓主人也是一名明代的皇室成员 如果美字代表着美人 那么春字又该做何解释呢 难道这座高规格的明代墓葬主人是一位公主 但是目前这只是考古队员的推测 想要知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证实 很快考古队员在墓葬的前世 发现了一块残存的人骨 那么这块人骨是否是墓主人的呢 就在此时一名考古队员大喊了一声 快看老师 这里有现代人使用的生活用品 当所有人看到眼前的场景以后 直接被惊掉了下巴 只见在墓室之中 铺满了现代人使用的生活用品 甚至在棺果上还铺着被褥 此时专家都摸不着头脑 更是高呼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情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难道是盗墓贼在这里常住 最后经过了解才知道 居然有人在这座墓中居住了37年 这些人全部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刚开始只是居住几天就换个地方了 最后看没人管 也就在这里常住了下来 更是直接把墓主人的棺果当成了床 虽然墓葬已经凌乱不堪 但是考古发掘不得不进行下去 此时专家产生了一个疑问 通常墓葬的前世相当于房屋的客厅 一般会放置长明灯或者是大陶缸 有时也会放置一些祭祀使用的陪葬品 后世才是放置棺果的地方 那么人骨为什么会出现在前世呢 那之所以在前世当中发现这个墓主人的头盖 我们分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种可能是这个盗墓贼当时盗墓的时候 扰动了这个墓主人的骨骼 不太带到的前世 另外一种原因呢 是因为南京的地下室位比较高 可能墓室当中经过水 把质子的骨骼呢 飘移到了前世 很快前世被清理完毕 进入后世以后 考古队员被眼前的场景气得高喊 盗墓贼简直丧尽天良 南京京县朱元璋女儿墓葬 墓中居然有活人居住 而且一住就是37年 当专家打开棺果以后 只见公主的尸骸旁边 竟然有一滩神秘液体 专家仔细观察以后 脸红不已 高喊 简直是禽兽不如 随着发掘的持续进行 专家又来到了墓葬的后世 后世平面为长方形 南北长5.5米 东西宽4.6米 高4.6米 是墓室中最大的空间 也是用来安放棺果的主墓室 但是由于遭到历代盗墓贼的光顾 后世早已凌乱不堪 棺果也脱落了原来摆放的位置 用来安放棺果的棺床十分精美 棺床四周用十条砌成须弥座 坐地四周均刻有卷云纹饰 但是棺果却被盗墓贼扔到了地上 考古队员们还发现在棺木 后世的左臂右臂后臂 各有一个拱形的壁龛 三个壁龛也是空空如也 虽然此前发现的盗洞 已经让考古队员有了心理准备 可是面对如此空的墓葬 考古队员心中依然有些失落 虽然说绝大部分陪葬品 早已被盗墓贼一扫而空 但是对于墓主人的身份 考古队员还是十分好奇 终于他们找到墓主人的墓志明 根据墓志明记载 公主慧静静太高祖皇帝长女 生于庚子年十月初七 红武九年 册封为临安公主 下驾驸马都尉李奇 永乐十九年七月初二空 享年六十有二 永乐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 奉至藏安德门外南山之园 也就是说墓主人是临安公主 她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女 那么这位临安公主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公元1376年 公主嫁给了李奇 李奇是明代的开国元勋 李善长的长子 李善长曾追随朱元璋 征战四方 出生入死 李奇作为功臣之子 扑受朱元璋的重用 因此将临安公主嫁给了他 然而就在考古队员们 筛查临安公主墓室内的泥土时 却意外发现了大量金铭币 金饰匹 琉璃构建 玉串珠等十余件文物 镂空的金饰剑 央视繁复 做工精美 即便历经了几百年的地下埋葬 却依旧细致夺目 由此 考古队员推测 这很有可能是临安公主一贯上的装饰 被盗墓贼遗留了下来 透过这些残存的装饰 我们依旧可以想象到临安公主的贵族生活 墓中出土的金质铭币 成布规则的铜线状是由金片压制而成 薄如纸片的金铭币 在清理干净尘土以后 重新焕发华贵的光泽 这些金铭币体现出临安公主生活的奢华附数 根据明史记载 明代公主授封以后 朱元璋就会赐给公主装填一锁 每年的碎录是一千五百弹 外加上两千罐的钞 而在红五年间 大部分开国元勋的碎录 也不过才一千五百弹 这是墓中出土的一个琉璃构件 灰绿色的琉璃残片上 因着卷云纹理 虽然已经破碎 却依旧能够显示出当初的生意盎然 绿色的琉璃构件 是临安公主皇族身份的象征 但这些琉璃残片来自哪里呢 又为何会出现在墓葬当中呢 在这个墓地前面的 这个散落的琉璃构件 应该是当年这个墓前面的 响殿建筑上的 这个所用的建筑材料 这个墓葬的前方 当时是由响殿 或是祭堂之类的建筑 然而在墓葬的前方 考古队员并没有找到 响殿存在过的痕迹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临安公主墓葬的响殿 如今已经随着岁月的变迁 而埋入在尘土之中 而响殿仅存的几块琉璃瓦汤 随着地势的转换 意外的跌落到 临安公主的墓葬内 这也告诉了我们 响殿与灵幕曾经的宏大壮丽 然而有一个疑问 却一直围绕着考古队员 临安公主的墓中 只有一具官床 却不见驸马里奇的官床 在我国古代 夫妻有着生儿同亲 死亦同学的说法 普通的夫妻 两人去世以后 往往会被自己的后代 合葬在一处 那么为什么临安公主 却没有和驸马合葬在一起呢 一个是公主一个身份 特别高位的 驸马跟皇家的这个身份来看 那毕竟还是第一等的 所以为了体现 这个公主的高位身份 我们看这个叫 驸马娶 公主叫上主 公主交给驸马叫下嫁 那么在这个一上一下的这种 文字的这个表述里头 可以看到这种身份等级的差距 这个应该是理智上的要求 此时专家决定 将临安公主的官国打开 一探究竟 随着考古队员将盖板打开 里面的场景让所有人都面红而赤 只见一堆乱糟糟的尸骨旁 有一滩神秘液体 关内的尸骨已经剩下不多 专家看到这样的场景 怒至盗墓贼禽兽不如 就连尸体都不放过 经过考古专家对官国进行仔细清理 里面除了乱糟糟的尸骨以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发现 而那一滩神秘液体 也成为了一个谜团 目入人曾经是朱元璋最疼爱的女儿 随着时代的变迁 却遭到了如此的待遇 专家也对此感到惋惜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击点赞给小季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